早安笔记本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各位听众 最近跟日本相关的话题特别特别的夯啊 原因呢 因为这个日本赠送了台湾124万剂的新冠肺炎的疫苗 这件事情呢 让很多台湾人是感念在心的 而事实上呢 有关于这样的报道还不少 但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话题 也跟日本有关 这是一个活动啊 收访的对象 其实多年前我们也曾经访问过 这位是台湾外展教育促进会的活动负责人 林秀美 秀美你早 嗨 志平早安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 是 谢谢秀美一早接受我们的访问 过去我们访问秀美的时候提到的 大概就是有关于她做了很多这个接待家庭的事物啊 有很多来自日本的观光的学生 交流的学生都会住进由秀美所安排的接待家庭里面 这一次啊 其实啊 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所有的旅游活动大概也都暂停了 更不用说是出国这件事情 那这一次秀美告诉我有这个活动 我是觉得特别特别有意义啊 这也就是今年啊 今年的暑假有一个青少年国际文化线上交流活动 我非常好奇啊 秀美我要先麻烦你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还有你们为什么要办呢 好哦 其实我们从2002年开始跟日本有一个叫做河马家族俱乐部的这个民间单位做文化交流 所以到现在也已经将近20年了 那每一年暑假我们会接待日韩来的青少年住到台湾人的家 那我们到8月换我们台湾的成员呢 到日本去入住到他们日本人的家庭去做双边的交流 去体验当地的文化 那从去年开始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有的国际文化交流的活动只好是都暂时的停止啊 但是河马家族俱乐部他们的会员呢 是很习惯到处去home stay 入住到当地人的家庭 那不能出国关在家呢 就闷得发慌啊 而且事实上其实我们现在的网络世界真的是无国界 那后来我们就想到说 疫情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停止 我们这样的活动其实中断是非常可惜的 那在想到说其实现在很多因为学校像学校都是没有办法 因为减少群聚嘛 不能到学校去也是都改成线上教学的方式 那所以我们就想好那我们就把我跟日本那边讨论说 这样的活动那么多台湾人想到日本也那么多的日本人想要来台湾 但是又不能来也不能去 不如我们就还把这样的活动暂时改成线上交流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一次的青少年比较大规模的号召这个交流之外 我们其实在2020年的年底跟今年的5月 我们其实也都各办过了一次的线上交流 那刚开始呢 我也是在想说线上交流会有温度吗 因为毕竟这种homestate是人跟人实际互动 一起生活一起买菜一起玩游戏一起做饭 这个有一些这个接触 然后有这个互动 那线上的话到底效果会怎么样 当初其实我自己也有一点纳闷说 没关系那我们就来试试看 所以我们在去年年底第一次办这个线上交流的时候 还发现才短短四天的交流 到从线上的见面会 然后交流会 那交流会当中我们还邀请了意大利 韩国好几个国家的朋友一起在线上参与 然后就看到韩国人穿着传统的服饰在那里跳舞 这也蛮有意思的 那最后的线上送别会呢 就是这个交流呢 已经要画下句点要拜拜了 当然当然其实活动结束之后 彼此还是可以保持着联系 透过LINE 透过很多的网路的一些 比如Google Meet 什么一些软体 还是可以持续交流 没有错 只是说这个活动我们统一团体的一个进行呢 就是暂时告一个段落 所以会有一个线上的欢送会这样 两边就是说一说参加这个活动的心得感想 结果在欢送会上面 还可以不舍落泪 所以我们在就是说听大家的分享 会发现这样的活动 虽然是透过线上 可是人跟人只要能够彼此 透过线上面对面 还是可以有温度 还是可以把彼此的感情去做一个传达 那也有一些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比如说台湾的家庭很用心 他们就就是刚好全家去旅游 那时候疫情还不是这么严峻的时候 那就在泡汤的地方 就开始解说我们台湾的汤是怎么泡 那也有家庭他们把这个 刚好到客家雷查的地方 哇这个孩子很用心 他先查好了所有客家雷查的资料 那因为不会讲日文 所以呢他把它全部印成照片 然后就放在镜头上给他看 现在我要加芝麻好 加进去倒一倒倒一倒 然后就把这个整个雷查的过程 透过文字图解 然后动作 然后传达给 透过镜头 然后就告诉日本人说 这是什么客家的雷查 那因为我妈妈呢 这个蚵仔煎啊 这个就跟她说你明天去市场买蚵仔买什么 白菜买一买 来我一边讲我们双边一起做 所以呢就有日本家庭 蚵仔煎也扛出来了 那有一些日那我听到有些日本家庭 最后在送别会的时候跟我分享说 参加这个活动太棒了 非常的感动 但是有一点非常难过的事情是 我只能试吃 就是用视线来吃 我没有办法用嘴巴试吃 所以很痛苦 等到有一点 我可以去台湾的时候 我一定要 第一个报名 我一定要去台湾 试一下当地的蚵仔煎是怎么样 就是非常的有意思 秀美我觉得很棒 因为好像 这网路上的这个接触 等于是线上的一个接触 并没有办法减损任何实际接触的这些趣味 没错 温度都不会减下来 这个是我当初也没有想到的 那像有一些孩子 他们也会想尽所有的办法 就是在线上 透过玩游戏的方式 比如说 我先喊一个形状 三角形 好 那什么 日本人听不懂什么叫三角形 所以我就要先拿一个三角形 告诉你这叫三角形 这一边玩的过程又学语言了 好 然后两个人换对方喊一个形状 比如说一朵花 好 最后把它做成一个构图 你想两个人画出来的图案一定不一样 然后呢 两个人就展示自己的作品 然后为什么你会想要 创作成这样一幅图画 然后透过这样子的交流 非常的有意思 游戏也好 我就说 透过这个线上的玩游戏 这个可比我们在课堂上的远距教学 有趣多了 而且学习是非常的多元跟丰富 对 有语言 有料理 有在地的文化 像我们有一些台湾的孩子 非常的用心 我们每一次会设定 事先设定每一次的交流主题 就是让孩子们可以有事先准备 因为毕竟语言不是那么通的状态下 那可能会不知道要说什么 所以两边都同时准备相同的主题内容 比如说介绍你家附近的环境 所以可能像台北的孩子就介绍台北101 中正纪念堂 哇这个南部的朋友就介绍那个什么 安平古堡 是啊 那个日本的小朋友看到那图片 一直跟妈妈说 好想去 好想去 可以开放报名的时候 我一定第一个我要参加 那台湾的孩子其实也可以透过线上 哇看到那个一个好多 对 我们在年底的时候很有意思 因为刚好日本是过年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主题叫做介绍在地的过年文化 是 哇 我这都觉得好新鲜好有趣 虽然我到日本交流那么多年 可是我们去每次都是暑假 不会碰到过年 那日本人呢 他们就带着我们台湾的家庭 他们 手税 然后跨了跨到那个十二点一点过之后 他们就冲到就附近的庙去拜拜 然后敲钟 敲一百零八下 然后呢 除夕呢 他们还要吃除夕的那个九宫格的餐 而且每一道菜都有它的用意 那个日本爸爸每夹一道菜起来就告诉我们 这个叫什么 然后为什么要吃这个 它的意思是什么 好有意思哦 哦 好好玩哦 所以 秀美我想请教你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这些活动的设计啊 对 你必须事先先有一些缜密的安排了 对 那不然的话 怎么能够让孩子们先准备 准备的充分 才能够让整个活动进行起来是有趣味 是 是 所以我跟日本在事先做这些主题的讨论的时候 第一个 因为我们是国际文化交流嘛 所以在交流里面 希望是能够带有文化的 像这一次我们暑假青少年交流里面 我们当然第一个部分一定是介绍自己嘛 然后我的家人啊 我的兴趣啦 从我自己开始 然后我住家附近的环境周边 有没有什么是可以让对方知道的 那其中像比较大的主题是包括介绍我的国家 你想如果一个大学生 跟一个幼稚园 他准备出来的介绍我的国家的内容 一定不会一样 那所以说 我们虽然知道日本 我们也常从新闻看到日本 可是能不能从日本小朋友的介绍里面 更加了解我所不知道的日本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 那还有或者是说 在地比较有趣的一些节庆典或文化 比如说我们现在七月要交流 刚好是会碰到端午节或是中秋 后面之后会有中秋节 所以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个主题 就是介绍台湾一些比较特殊的节日 这些节日都做什么 或者说他有什么样的典故 那当然像小朋友他们也会自己订啊 我们也会让孩子自己发挥 他们也会去订说 我的宝藏 我的收藏 那可能是集游 可能是什么监狱 就小朋友就是可以也 除了我们定的主题 他也可以双方讨论 然后自己去发挥 那我会发现就是说 在配对的过程当中 我常常都会说 其实虽然是说我们很用心在看双方的 因为要写资料表嘛 那介绍家庭成员 那你的兴趣是什么 我们会去看年龄性别 然后看兴趣来配对 尽量找兴趣比较相近的来配对 他们交流起来会比较有趣味 有共同的话题 那就会听到最后的分享的时候 新的分享就会说 我的兴趣跟对方有很多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都喜欢日本动漫 或是说我们都喜欢运动 然后就一讲到那个话题 或是我们有共同的那个偶像 那一讲起来 哇就会两边都眼睛发亮 所以其实这样的活动 我们是事先有跟日本那边 我们有做讨论 也是针对现在的年轻 台湾的年轻人 或是日本的年轻人 他们有一些 有一些年轻的 年轻人的次文化啦 或者是说 既然是叫国际文化交流 我们就希望带进去 把台湾宣扬出去 所以我们要 号召来如果配对成功的话 我们会有一个线上说明会 因为不能群聚 所以还是线上 那线上说明会 就会开始跟让这些孩子们 参加者知道说 其实参加这个不是只是在线上玩玩 我们都有带着一个民间国民外交大使的 神圣责任跟使命 你要怎么样 透过线上的交流 短短的三天四天 每一次两个小时 让对方知道 你想要传达的台湾是什么 我住家附近 即使只是一个很平常的60年的老房子 可是他有他的历史故事 我怎么让对方感动 所以我们就是透过这一些 一步一步的安排 然后引导孩子去做准备 我觉得孩子都很用心 孩子用心的程度会让我感动 是的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之评为您连线访问的是 台湾外展教育促进会的活动负责人 林秀美 我们请秀美跟大家来分享 目前我们看到有一个暑假的青少年 国际文化的线上交流活动就要举行了 而事实上 过去曾经主办过多次 20年来主办过多次的 学生们的寒暑假的交流活动 大家彼此到对方的国家里面去Homestay 去做一个停留 那么当然 这个不同的这个时空的环境的影响 如今疫情啊 正在限制着大家的活动 于是乎这样的交流活动就变成线上 可是没有想到呢 线上的交流却仍然是有着浓浓的温度 很暖的感觉 真的 孩子们真的需要一些不同的学习去刺激哦 对 所以 秀美 我想继续请教你 就说那假定说 听到你刚刚的介绍了 我觉得哇 好棒哦 那我应该怎么去报名呢 这个举行的 今年暑假举行的时间是几月几号 我们是正式的线上交流会是从7月24号到31号 当然可能会有三天四天 然后分成两梯次 因为如果人多的话 那可能一个小朋友会是需要接待一位或两位 所谓接待就是没有办法实际住到家里 但是你就是在线上接待 那报名的话 其实在台中市教育局的一个公告的网站上面 可以找到台湾外展交易相关的一个活动之外 也可以来跟我联络 那我们可以把报名表 其实现在因为很方便 都用麦的方式 或是用寄信箱的方式 我把资料寄给就申请者 那填写完之后把电子档回寄给我们 我们就会尽快的来安排 所以两种方式了 一个可以上到台中市政府的教育局的网站上去看 找这个资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资评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后 我们也把这个连结贴给所有的 这个有兴趣的民众看 那可以的话自己上去看一看 然后就可以跟你联络报名 是的可以欢迎大家一起来 是 这个接待家庭 我记得上次我们连线的时候 我也曾经问过你这个话题 我都好怕我不会说日文 我都好怕我的英文很烂 我都好怕我这个说句的韩文会笑掉人家的大牙 可是你的说法总是说服我 怕的人怎么办 其实呢 这个也是最多想要来参加的朋友 他最大的担忧 最多的顾虑这样 那么这个会有这种想法的伙伴呢 首先我要赞许你 表示你对于这个活动非常的重视 你希望把它做好 所以呢 你会担心我的英文不够好 我能不能说的好 那事实上 在沟通学里面 语言只占百分之三十 如果我们去想想 在我们周边 我们有一些朋友 可能是夫妻或是亲子 讲着相同的语言 却不一定能够沟通 那就知道 这个沟通 其实只要能够敞开心胸 那透过一些肢体语言 那因为跟日本还更方便 是汉字大概有百分之三四五十 用手写汉字是可以通 那现在有一些手机的Google翻译 也都很可以辅助 非常的方便 所以那我们的小朋友们 其实都是用一些英文 所以像有一些家长 其实事后他们会跟我回馈说 我孩子去补习 这个英文 从幼稚园到现在 都已经国中了 从来没有听他讲 透过这一次交流 我真是太棒了 他小时候学的英文 这一次 这个全部勤乱而出 我这辈子听到他讲 最多英文 就是在这交流的这一次 那孩子们会想尽 所有的办法 把你所学到的 怎么样透过去说 去让对方了解 这样子的一个编排的逻辑 然后去运用 去学习 去反应 我在想其实 像我自己的孩子 都是在外商公司上班 尤其是像我的孩子 他们的主管是印度人 他们常常会跟印度人开会 法国人开会 那所以其实以后 语言是 外语是一个 可能你会用到的一个力气 那孩子如果可以从 这个 还在念书学校的时候 就开始学习来运用 而且有时候我们的孩子 学了很多 学了很久 可是你也不知道 我学这个到底什么时候用 我为什么要学这个 我没有用到啊 因为你身边 没有外国人 可以让你常常去运用这些 你所学的语言 这些工具 那今天刚好有一个机会 可以让孩子们 把这个所学的拿出来使用 用过之后 很多孩子 像我们带出去 后来到美国 到日本留学的孩子 都是跟着我们 参加过这个活动之后 他才发现 有的孩子跟妈妈说 妈妈 我真对不起你 以前你花了那么多钱 让我去地球村 补了一年又一年 我人坐在教室 心都不知道飞到哪里去 我去交流过 回来之后 我痛定失痛 我要重新开始学习 因为我发现 我所学的根本不够用 我觉得当孩子 他一把剑 他去用过之后 他发现力不力 他就知道要怎么磨了 对 这个说法太好了 一把剑交给了孩子 他真正使用过之后 他才知道力不力 能不能够为他 上战场去杀敌 如果不力的话 他知道该怎么去磨 怎么去增进他的能力 对 没有错 所以非常的有意思 像我们的孩子在线上 哇 看到一个意大利人 美女 然后想要跟他打招呼的时候 Hello 讲不出来的时候 讲不出来的时候 所以这个就是 让孩子有这样的机会去 这个我觉得是 开启孩子的一个国际视野 跟国际接轨的 最方便 最容易 而且最不花钱的事情 你只要在家里 有个手机 有个笔电 然后可以连接到上网 真的就是世界无国界了 讲到上网 秀美我想继续请教你 那你刚刚说 这个活动是七天 其实真正 大概只有一T式是三四天 三天到四天 对对 那每一天都要连很长的时间吗 没有哦 因为事前有一些的准备 那准备上线的话 比如说我们 线上见面会会定一个 大家都 就是一个时间 那那个时间 全部的参加者都在线上 然后一对一 可能画面上就会有台湾的家庭 然后呢 就会有日本的家庭 就哈喽 哇好开心 我见到你了 我叫什么名字 就很简单的自我介绍 就是一对一对的这样介绍 那么 大概这个 这样子的团体的上线 大概会是维持 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那当然这当中 可能也会有才艺表演啦 会有一些比较 大概有十分钟左右 台湾的代表 有一些线上的才艺表 比如说我们台湾就有什么钢琴啊 跆拳啊 剑狱啊 就小朋友就五花八门 各种的才艺都展现出来 那日本他们也会有一些表演这样子 那除了团体的上线时间之外 双方去约定彼此方便的时间 私下交流 可以更 我刚刚自我介绍是讲名字 其实我家还有阿公阿嬷 我还有谁啊 什么伯父 那这个比较详细的一些 我要怎么介绍台湾 这些就是彼此去约定好 彼此方便的时间 每一天大概 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那自己去安排方便的时间 那家长呢 如果有兴趣呢 就可以一起参与 如果很忙 在旁边稍微看着 如果孩子们可以自己的话 就让孩子独立 我们提出申请的 有小学 国中高中 也有大学 所以像大学的孩子 基本上是完全可以独立 但是是发现有一些家长 非常有趣是 那个可以让我 跟日本人讲话一下吗 家长其实也很热情 因为他很想要参与 他就会在镜头后面 一直跟日本人打招呼 这样子 还蛮有趣的 这位怪叔叔 为什么乱入呢 那我们也会发现 日本他们其实也会 很多是全家一起 然后你就发现 一个主要的小朋友 交了申请者 然后爸爸妈妈 也会陪在旁边 然后两三个弟弟妹妹 就在旁边 跑来跑去 全家很热闹 是 对 好 这个各位听众 今天制品为您介绍这个活动 至少我相信 我坦白承认 我是月月御师 赶快来申请 家里面有一个念日文系的孩子 真的是 你真的很想 就刚刚你所说的 我赶快给我孩子一把剑 让他去试试看 这把剑立不立 这个说法好鼓动人心 其实透过 我们在语言里面 听说读写 通常我们在国内的学习 都是在读跟写 因为我们有课本 老是授课 我们在读跟写上面 都是比较 都可能比较拿手 可是真正有一天 你走到日本 你走到职场 你最需要的是听跟说 那从 尤其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人 他的那个腔调 就是都不太一样 所以多跟不同的人接触 其实对于训练 听力 还有就是你的说 你能够写跟你能够说 这个又是一个距离 所以如果有 想要到日本去旅游的朋友 或者是 我们有很多孩子 其实是日文系 或是对日文有兴趣 以后想要去日本旅游的 那也有一些小朋友 是参加交流之后呢 他结果去考了检订 然后检订就过了 因为跟 其实是 你可以多认识一些日本朋友 就线上有一个 线上日文家教 你有空的时候 你就开始跟他交流 你可以跟他聊台湾的夜市 年轻人的文化 各方面 这个除了一边在宣扬台湾文化当中 同时又在磨砾你自己的剑 让你自己的实力更加的丰富 有一天你真正你能够 出国去学习的时候 你会有更好的展现 是的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置评为您连线访问的是台湾外展教育促进会的活动负责人林秀美 我们请秀美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啊 有关于他们即将要举办的这个2021年的暑期青少年国际文化线上交流活动 如果可以的话就请大家上到台中市政府教育局的网站上面去找相关的资料 或者是你直接就Google台湾外展教育促进会 你也可以找得到相关的讯息 我们在脸书上已经有公告这样子的活动讯息了 也蛮多朋友来询问 额满截止哦 是额满截止要就赶快了 好谢谢秀美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 拜拜